这不是你的吗 嗯 你这样放的不难受吗 我刚刚怎么放着 不是啊 我都喜欢东西拿出来带子扔掉 这样舒服 我还没有拿呢 整洁你为什么不能拿 好喽好喽 这样 用你这个放下音乐 用你这个放下音乐 你都不知道密码你还放下音乐 你给点提示 你一猜就中 你不是9月9号吗 你的思路是对了 但是你得让它显得不易 不那么一下子就能拍到 啊 再试就要那个了 你想想我的年份日 对啊我都输了 诶 你就再数一下 970909 对啊输过了 难道我输错了吗 970808 这谁猜的到啊 谁猜的到啊 因为我生日出生那天正好是8月初八 然后就是9月9号 然后就是9月9号 谁猜的到啊都减了一个1 我妈妈就知道 你妈妈你让她开她也不会想到你会用农历生日的 我妈会用我妈的银行卡 嗯 我在直播 那没关系 他们又不能搞到我妈妈的银行卡 那说不定的 等会你妈的朋友在听这个直播呢 我的犯人气很高的 哈哈哈哈 我妈没钱啊 所以我才可以 不行 谢谢 小鹿 你肯定是小鹿 buffet вся 假片没有找到 我找遍了整个后台和我才没有说 放下 这是粉丝 我手挥手给我的,我一直没空,现在终于有空,帮到我了。 吃的是凤梨蛋黄酥,凤梨蛋黄酥,凤梨蛋黄酥。 凤梨蛋黄酥。 哦,它叫凤黄酥,因为是凤梨蛋黄酥,它叫凤黄酥。 这个,光线好快哦。 瘦瘦。 我刚想说什么,我可忘了,你叫了我一下,我就,想忘了一下。 搞点音乐听听吧。 嗯,解锁之后忘了晕倒。 我就觉得耳机力很差的。 你现在等到你全都是那个不想开五天。 可以用你的热点吗? 我有开热点。 问一下吗? 算了。 我的热点不行,我的就是在这儿,来了这里我的5G片4G信号只有两个。 真的。 我的4G还不错。 我这些抢票都是用的飞飞飞的。 嗯,所以你本来想跟我说这个是吗? 用我的网络啊。 不是吧,记不住了。 嗯,嗯,嗯,嗯。 没给他蛋红糕。 Sorry,他来的晚了,蛋红糕发完了吧。 不然不可能没给他。 那会儿应该已经没有蛋红糕了。 这首也很好听 豆腐糕好吃 土豆丝好吃 柜子糖发布完 谢谢无限期 妹妹是我粉 怎么可能乱讲 乱讲怎么可能啊 选择太狂张 你也想逃避 却如此的令人着迷 哪有眼 一般吧 谢谢 你们团结干嘛呀 妹妹可能会推我啊 哦那我觉得艾佳他作为一个 那岸佳他身为姐姐应该多给妹妹一些零花钱追星了 爱家妈妈我一看到我就知道我说这绝对责爱家妈妈这个笑起来跟责爱家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知道他后面那个肯定是他妹妹了 追的不是我的想法 大家就说说开开玩笑而已 好象啊 爱家妈妈一看就是爱家妈妈 很像就是好神奇哦 好神奇啊 对 爱家妹妹漂亮 真的漂亮 好神奇啊 没变了 没变了 有焦端 一句晚安 多情人就自求能堪 对啊我妈很像的 六大星我今天全网通缉你谢谢双叶小畜生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个拍立得的壳子呀 哎呀我有没有收起来 那个拍立得有个拍立得的塑料壳你有没有丢啊 哎呀但是哎呀我给放哪了我忘了 你那个拍立得的壳子 对啊 我一看就是你肯定忘在带子你不可能送给我呀 但是我给放哪我也忘了对不起我丢三落四的 算了算了 你重新买一个吧 谁叫你丢三落四的 我找不到了 真的没有 哎呀我给放哪了呀 我当时还收起来了呢 一直 一直在等你出现 虽然我也我也不太记得你是哪一个了 真找不到了对不起 我我记得我收好了的 反正我我都带到剧场了 最后完了 你喜欢饭音乐团吗 嗯没吃过 给你听 他找了半天 我就知道他辣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看就是 是要装拍立得用 但没办法 真的我也找不到了 你就 你也犯随偶像 只能说 只能说你犯随偶像 那就重新买一个吧 我比反途里好看 一直比反途里好看啊 才知道吗 挺长的 今天又没有了 明天男装 不知道公司给我们准备了什么 什么时候剪掉 等再长一点 要不然等我剪完 我又是小丁了 哦 谢谢你们的夸奖 那明天我自己直接把我自己头发剪掉好 也是一个选择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期待 说实话我们服装部 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 他们的服装裤了 就是里面都是一些旧衣服 我就没有什么期待 我对自己的头型不是很有自信 我们的衣服真的都没有什么新衣服 每年有新衣服的时间只有进去 以前可能男装公演什么都会买新衣服 但现在都没有 我想去跟服装部提议 也该更新了 新的旅程的鞋子穿到 无限八公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新的旅程的鞋子 烂得七七八八了 真的 要开演唱会了 但是我现在更喜欢炎人钟了 对不起 这些生意称 比很多旅程的鞋子 是 但说实话还是挺想听的 沈亿城 泛乐团和延人中二选一泛乐团 我一直在放他们的歌 上一周也是 困了播到四十五把 今天就是之前大家夸的那个美童 今天带就是这个 我吃了凤凰酥 我还有很多吃的 我还有柜子糖 我还有那种糕点 今天睫毛 不是最后那副 也算是吧 我买了新的 糕点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干 那个不是凤梨酥 是凤黄酥 它是凤梨蛋黄酥 我刚刚说过了 柜子糖 它是硬糖啊 凤梨蛋黄酥 就是凤黄酥 柜子糖很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关注明天的歌唱 后天歌买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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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用这么热情 每次我一喜欢什么东西 大家就蹭蹭蹭就来 我现在房间里 可以做柜子糖批发商了 就是我的房间是柜子糖 熊猫专卖店 就是今天你给我带五包 明天你给我带五包 就 真的 有段时间我喜欢泡茶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真的都快一箱茶颜悦色的那种一袋一袋泡茶 谢谢谢谢谢谢应用包 那个什么柜子糖还有很多 还有什么蓝莓绿 什么蓝莓绿茶 什么桂花乌龙什么那种 然后我喜欢点香薰的时候 那会就 我当时喜欢那个是什么 反正就是我就喜欢特 就特定的一种味道的香薰 然后就收到很多那个 我就疯狂的点把它点掉 大家都很热气 熟色茶 我有看到 而且大家每次投十都投很多 就是好多好多 我都就是 就是你们给我带吃的 带的吃的带的是 感觉是一整个后台的粉 就夸张的实话 就很多很多 我都在想你们是不是家里开高点店的 然后 卖不出去 还是说买二送一样 怎么会这么多 还是你们对我的食量有一些误解 我还不想要 我也一肯定 我都在怀疑 我又可以 我觉得我都在怀疑 我都在怀疑 我和怀疑 我就是我的怀疑 我都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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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这anco 不瘦 还好吗 大熊呢 不知道有空的话去吧 再看 看情况 可乐了都行 真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 泰国的麦当劳 转圈 好像是他们的新歌 泰国的麦当劳是这样的 其他麦当劳都是这样的 泰国的麦当劳是这样的 成都的麦当劳会不会穿着熊猫的衣服呀 成都什么都是大熊猫 飞机上的纸杯上都是大熊猫 我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大熊猫 好多大熊猫 熊猫 你家在哪 我家也有啊 我家的放在繁育基地寄养 因为平时不在成都 然后我就把我家里去放在繁育基地寄养 对啊 迹象 在太阳产房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女儿 熊宇 熊宇不知道 熊宇的世界只有他自己 熊猫 我还是挺担心 看 在别的地方乱尿 如果他这几天没有乱尿 就说明他乱尿真的是 因为人 不陪 他不是不要急 我真的已经 我现在就是在试验 我真的很猜测他就是 现在就是人太忙了 一整天没在不陪他就 谢谢 谢谢人自托 谢谢你 谢谢 不是发青了 就是觉得我不陪他 想引起主一队 怎么会有这种猫啊 我现在都说他病骄 他也不是发脾气 他就是觉得他要人陪他就要这个样子 真的是服了他 如果他几天 他这两天没尿的话 就说明真的就是 那怎么办嘛 如果如果哪天 如果哪天他一个人到了外面变成一只流浪猫 他还怎么活呀 我要锻炼他的野外生存能力 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呀 不过他应该也变不成流浪猫 就是他连我的房间都不会出 就是他会 他可能我把房间门大打开着 两个小时候出去上课 他都不会走出了房门 小肥都会 小肥都会走出去 可能在门口走廊上趴着看着 你吃吗 你不吃 不吃 不吃 你吃了吧 眼睛要被胡说 对对对对 是 他肯定会变成瞎子 你说的对 对 他那个眼睛就会睁不开了 我在幻想穷语的流浪生活 那他肯定 然后全身都是毛结 变成一只脏便猫 土黄色的脏便猫 脏便虾猫 土黄色的脏便虾猫 我能想想吗 哎呦 我感觉他会炯炯的 对吧 他们没有办法流浪 短鼻猫 短鼻猫真的没有办法流浪 他们很依赖我们 谢谢 谢谢 我 我都觉得我对他太好吧 他不会拍到我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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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东西 你说刚才确实到底 主要是我 我觉得我是不是把宠坏了 别人的猫好像都不这样子 他怎么这个样子的 就是可能我小时候不那么跟他亲近 他可能就不那么黏人了 但是我刚养他的时候 我很希望他是一只粘人的猫 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有点过于粘人了 我是不是渣男呀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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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因为你炫养做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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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我门开着他都不出去 你又不是不知道 因为你炫养做的他 人假的 他才不知道 他可能把我当他妈 那我就把他拐跑掉 拐去吧拐去吧 快拐走 时间到了 我要关了 谢谢大家的鸡腿 拜拜